娱乐至上小麦解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猛尔真帮三比赛视频 这个呢是WEL的内台赛 好久没有做到WEL的比赛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精灵选手Colorful 在ALR的下方 这是双方的第二场 第一场并没有做 好,然后 那个上面的话是 资深爬坑者Hopstar Hopstar最近比赛非常多 打了非常多的比赛 看来夏天 生意不太好还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打魔尔三 肯定有问题嘛 我们大胆猜测 这个猜测其实有点稍微尘酷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比赛 某天更新三个魔尔真帮三视频 效果还是不错的 昨天有一个事情没说清楚 就是说关于视频更新 很多人说你更新的快有什么用 你视频清晰度不行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当然我是有想法 要弄一个1080P的一个魔尔三视频 但是考虑到魔尔三的一个分辨率 就是4比3的一个分辨率 你很难做 然后呢 如果说要做那个的话 你要做宽屏的一个视频 当然我之前也曾经问过大家 很多人都说做宽屏的不好 那我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视频是这样的 你更新了以后啊 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呢 要一个优酷的转码时间 这个所有视频网站都要转码的 然后 那如果我早一点上传 比如说半夜3点钟全部传完了 你早上7点钟后来起来看 或者9点钟看 你看到全是超新5码视频 不要太开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 哎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好 首发英雄选择的是窝人 对 其实像一下炉石啊 这些视频 我都其实炉石的视频 我都做16比9的一个分辨率 还有鲁啊鲁的一个视频 我都做16比9 就是这边的一个某3 我是做的一个4比3的一个分辨率 这个主要是大家习惯嘛 大家习惯看4比3了 我强行改成16比9 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意见 当然我也是根据潮流了 大家真的都比较习惯于16比9了 那就16比9了 对我们来说 我只要社会把那个分辨率设置一下 改成16比9就偶了 很轻松很随便很easy 根本没有什么压力的 关键是 大家大家不习惯嘛 我我肯定是按照大家的需求来做这个视频 好的那 Hopstar这个第一个 咬死了一个猪 好吧 那这样好 我等这边失恋了第一个点 我等这个英雄吃等级啊 双比亚的路线 双比亚 双比亚 那这样的话 这个IC继续补一下 然后我等过来 抓抓DK的一个链鸡 DK不要链鸡 轻易的不要链 一对眼就一个坑 好 我等也是不急 看看家里面 现在二本科技还没有提 狗群是拉动起来 然后 我等是准备怎么样呢 家里面补两颗 补雷克比亚 所以他这边 这颗比亚 其实可以考虑站起来 往前爬 爬到这个地方来 来准备好链鸡 反正两颗比亚 两颗比亚 我也没看到他有放猎手大厅 没看到吧 是啊 所以的话 这个不像是那种什么 女猎手这种套路 好的 这边DK 围围围围 没围住 没围住 小精灵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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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一下 还是围住了 还是围住了 撒粉 我能这边出不来啊 二本 两击没到 一个独标 给到这小小狗 一发C救一下 Copstar非常稳健 对 这一波的话 应该说是 直接将对方的 温能给围住的话 那这样的话 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对方就没办法 烧到自己了 然后的话 这两个骷髅招出来 以后用两个骷髅 解决这个三击怪 自己马不停机 继续去练剧 效率非常的高 对 怎么样把那个效率 用到最高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怎么样去用 好的 这边我们家里面的话 继续补颠狗 第二个通灵塔 两个 第三个还没有补 坟场也没有补 Hopstar看来 非常喜欢用狗 其实最近的 一些比赛里面 能感觉出来 在打人族的时候 狗的话 有几场比赛 都用的不错 就是甚至那天 打蛋种 也是鼻青脸种 但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 Hopstar 是那个范一哥 对不对 但是在对抗 其他种族的时候 蜘蛛最终 还是会成为 一个王道的 一个兵种 好的 现在这个 这个大点 看来不好练了 这个大点 看来不好练 还是不如这颗 比较爬出去 这个大点太大了 你看这几个怪 非常的凶 输出又高 皮又硬 真的是不好打 小精灵爆一下 真是不好打 只能说是慢慢来吧 这补了一个 六个大天 哎 这个这个胖子 反正就是说 这个点肯定还是想练 DK的边上的话 是肯定不能让你练 觉得要陪住你啊 窝人这边等级 你没等级 我就不虚你 对 你没等级 你就扎 有等级 你牛逼 没等级 你就是个脏 所以的话 这边 Hopstein也是跟紧住对方 他两个眼睛 差的倒是有点稍微的随意啊 好 往前扒一下 其实这个眼睛 差位置有点怪怪的 站起来 这个点还没有练完 对 DK也是 DK肯定不能练这个点 这个肯定不能练 你一练 你小果本身练这个点也不快 对方那几个怪的胖子什么的 都中甲 你怎么不好练的 远程那个怪 有一个贴一个什么贴一个那个 呃 buff 你可以根本很难很难很难去打到这个怪 所以的话还是老老实实 以限制为主 能抢 抢 抢不了 再说又是个毒标 我能也是相当 相当直接 两个毒标给到DK 买了个那家 继续压制 DK的话 因为他有两级 有一个鞋光环的一个作用啊 DK还算是日子能混 能混 那这波还是要过来买点东西 买个鞋子 安全第一 对吧 没有鞋子可以给那家 也可以DK自己带着 我觉得给那家会好一点 DK本身有个光环 日子可以了 不要练 这个点真不要练 你不要谁练 谁吃亏的 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不要练 现在我们看那家跟DK继续三陪 这个 我等我等就是没办法练 这边那家应该要勾 这边的野怪 勾一下 勾一下 不练 我只是勾出来 对 你看这个嗜血 然后输出标太可怕 比较往前爬 我等这边还是要练 这个五级狼胖子 这个 这个点 应该是 很不好办 嗜血的狼胖子 练一个 白胖子练一下 练死了一个IC 一个IC换一个白胖子 这也没什么赚的吧 赌标 这五级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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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DK一发C 保卫也减了 我靠 这节奏 懂了 我们看到 BI也练爆了 所以说 这个点 谁先练 谁吃亏的 我们看到 一发C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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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C 有点没C到 好 那我们看到这边 Wadden 现在Wadden要顶啊 但是这个 紧水 用紧水来顶这一波 对 现在我们看到DK 打了一个大蓝 魔法石 凶得很 凶得很 优势很明显 直接一发C 甩给这边的Wadden 吃下去 然后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是 Wadden这边的Wadden Wadden跳过来 直接赌标 给到DK DK有鞋啊 再拍一下 DK有鞋 追不上 跑得非常的快 DK有鞋 这里有鞋 跑得特别的特别的快 还要回过来 特别的烧 隐身一下 撒反 这IC有点危险 好 杀这些 一发C 没能够C到 保存回去 一个 IC被保存回去 这边 又是个IC被打死 这一波的话 Hopstar打得非常坚决 DK这边 大蓝石吃下一期 以后 蓝还有又C 一发C甩给了这边那个Wadden 现在井水已经基本上喝光了 C都没有给自己的小狗 虽然这波 我觉得能顶住 但顶住的以后 结果就是 你连个二本建筑都没有 再一发C给到自己的小狗 DK现在63点了 这个大蓝石真是太滋润了 你想象一下 如果Wadden拿到这大蓝石 反过来就扎你DK 或扎你小狗 你这个真的是嗷嗷叫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经验被抢 什么时候就不说了 宝物被抢 这个也是很忧伤 很忧伤 这局现在Hopstar的局面 应该是非常不错 家里面 沙文科技升到了刚开始升 家里面的科技 轻动到了不快 又是一发C点一点 Wadden这边没到三截 这个DK关键的杀不掉 DK有一个那个鞋子 他跑了 Hopstar也是玩的6 他买了一双鞋子 他注定好 怎么也好被你 被你打的 真的还不如打那家 那家这个英雄比较脆 DK的话 你看这这这这 跑得很宽快 死亡骑士 随不上 再来个车子 那就更无法无天了 保身回去 好了 这场比赛看来啊 这个 Wadden是被这个DK秀的 不要不要的 好艰难那场比赛 好 自己选择恋恋机 那这局的话 现在精灵的局面 是非常的不利啊 半天下来以后 Isa现在还剩下这么一个吧 我记得应该是 有保存回去一个 保存回去有一个 然后等级没到三 这非常忧伤的一件事情 转三本的一个熊鹿流 这边 Hopstar的话 现在两个车子了 补给肯定不成问题 DK也要马上到三级 狗群再次拉出来 这应该是直接要选择 待会要出毁灭了 对不对 一个两个 第三个车子就出了 肯定要走毁灭 DK已经升到三级 我等这边 哎呀 这边还有四级怪 赶紧练了 到个三级 日子过的也是苦兮兮的 日子过的 真的是苦兮兮的 怎么突然间卡了一下 终于到三级了 哎呀 这个 但是这个到三级很苦涩啊 平时一般到三级都很开心 但这个比赛能进到九分半的时候 到到三三级 然后hopestar这边你看这节度就是待会研究一下毁灭就要一波了 就要一波车子都已经三个在那边排队了呀 你这边现在熊还没有看到影子 专家级的熊先研究一下 然后hopestar要练这个商店了 他这个娜娜的走位应该是要勾野怪了 应该是要勾野怪 勾好野怪以勾出来练 勾在这个位置练 不要在里面练 里面练不太好 三发一个litch 好的这样的话这一波 那家也混到两级了 有一个无敌在手 我能过来 哎呦这独标骗了个独标 假dk也是这假dk也很坚挺啊 硬生生吸收了这一波伤害 一发c给到我的 哎 dk这个c真的倒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主要还是前期抢了个懒死啊 心里面一直在能爽的那边 哎 我呢 又是一发c 两发c 吃个血瓶 我呢 换了换同一家 哎 这个防了换同真是好时机 毁灭应该是研究了吧 马上就研究好 又抢了一个 又抢了一个 大雪瓶 那家别动 大雪瓶支给你 哎呦先给他一个无敌 那反正这无敌跟大雪瓶一样 吃一个雪瓶的 我的 对 这关键是还有个大雪瓶啊 你打我 你打我 我把这个大雪瓶直接吃掉 你来你来骂 对不对 我有大雪瓶啊 你这边熊还不能趴 两个熊保存回去 一个另外一个死掉了 啊这边我们看到毁灭 已经来一波了 这边整波上了 哎呦 还要围 围就不用围了 我觉得AD把A过去就可以了 这一波就是 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 呃 当然我觉得稳一点的话 等一等这个嘛 对吧 柳烈器在的话就更稳了 现在精灵这边 大司机的熊在研究 王林这边先挂个机吧 等一等一等 这个烈器 昨天看到一条留言说 哎呀 我那么小歪啊 不要说什么机 大机把 对吧 这个这个东西 其实这种东西说影响我家小孩子 你们家小孩子连这个都知道了 你们这小孩子教育的也蛮好的 真的 对不对 你应该是 要怪也怪你自己没教 你这个对吧 你不能怪我啊 对不对 我我我我面 我面向的是成年观众啊 我们这个 不成年也能看 但是基本上 我不我也不会说这种 主要我一般又不太会说这些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 你怪在我身上肯定不行吧 对不对 关键是你 你家孩子这么这么小 这些都懂了 我有点犀利啊 我们还是要纯洁啊 好的 这波后不思达非常强势啊 这波基本上来说 你有熊 我也给你强行A了 你看这后不思达 这边基本上站装输出 好 累计这边直接打残 那边的窝囊 窝囊这边被打死了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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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局的话 还是那个大蓝石吧 那个蓝石被抢掉了 我们看到后不思达是抢了宝物 抢了经验 我这一波真的是 直接让我能是哭笑不得 真的哭笑不得 你留下了眼泪啊 笑着留下了眼泪 真的是那种苦涩感 不用说了 那一抹苦涩 淡淡的忧伤 对不对 好的 也是恭喜后不思达 其实说实话 如果被窝囊拿到这笔经验跟那个宝物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真很难说 他拿到这笔经验跟宝物 那你dk怎么怎么日子怎么混 对 所以呢 这个就一来一回嘛 差的特别多呀 对不对 好的 恭喜这边的hopstar拿下了本场比赛